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但是呢 它不做作 不招摇 它是纯洁 它有一种纯洁在里面 它不搔手弄姿 不表现自己 不 怎么说 不显摆 用我们的话讲 不招摇 不显示技巧 它的反面就是巧言吝啬 它朴素 它表现得纯洁 我们看《红楼梦》里面 是吧 最突出的人物 这个黛玉 它有一身的毛病 但是所有这些毛病 都衬托出来 它身上一个字 纯洁 纸本洁来环洁去 所以它所有的缺点 都是优点 因为这些缺点 是出于它的纯洁 这个西方有一个顶级的人物 女性的最美的形象 就奥菲利亚 奥菲利亚 最后为了哈姆雷特 疯掉了 去采花 落到这个水里面淹死了 那么西方人 他们的顶级的极品 最美的女人 传说中最美的女人 奥菲利亚 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她是爱 她一个字 她爱 我认为这是圣经文化 就是她爱到死 她对哈姆雷特 就是疯狂的爱 爱到疯癫 爱到躺在水面上 不知道危险 爱到唱着古老的歌谣 沉到泥里去 临死之前还在了 相比之下 这个哈姆雷特 多么不够意思 她怀疑 to be or not to be 生存还是毁灭 是怀疑还是怎么样 一会儿对这个奥菲利亚 一会儿忽冷忽热 一会儿叫她进尼古安 一会儿说四万万个兄弟的爱 也不如我对你的爱 这个人 不对 就是怀疑 正好 哈姆雷特的怀疑 衬托出这个 奥菲利亚就是 往死里走 这个有一个电影啊 叫《非诚勿扰》 我当时看了这个电影啊 所有人都以为什么 冯小刚导演啊 这个那个的 好像这个技术成熟啦 演员阵容啦 葛尤的俏皮画啦 全错了 这个《非诚勿扰》 之所以有那么高的票房 之所以感人 就是苏琪那一跳 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吗 啊 你们这个没看过 苏琪演的一个角色 简而言之 他和一个有夫之妇 这个 有感情 过不去 葛尤这个角色 就来安慰他 他还是过不去 怎么安慰 怎么过不去 最后在日本 那个北海道 他就觉得 不行 我还是想那个人 他往海里这一跳 不得了 他就是往菲利亚 就是说 这么多电影 什么《女人不坏了》 什么那个 叫什么 什么那个 张子怡拍的那个什么 还有那个 《桃花运了》 什么 这么多电影 我看下来 都是搞笑的 就苏琪这一跳 跳出水平来了 他就是有真东西啊 就人玩了半天 都是技巧 没有爱 没有纯洁 是吧 你有爱和纯洁 只会让你的电影 让你的作品和人物 赢得更多人的心啊 人是有心的呀 你想那个《女人不坏》 那么好的演员 那么多的技巧 看完了就觉得 有点无聊 说实话 是吧 那个 就是搞嘛 一个字搞嘛 搞这个字怎么写啊 我最不愿意说这个字 就是手段很高明嘛 就是手段很高嘛 都是搞 就是搞嘛 那我们再看 再看这个词 汉语里面有一个词 我们讲寿文解字啊 我特别喜欢那个字 叫星星 吸星星 大家看这个字的秘诀 在哪里啊 星星 吸星星 那么多星啊 都竖起来了 而且是过去的星星啊 天上的星星啊 那还不得了了啊 所以星星 吸星星 所以我就认为 你看 星都竖起来了 我对汉语最早的敏感啊 最早觉得汉语不得了的啊 我说出来 也不怕你们笑话 是我上大二的意思 失恋了 失恋了很痛苦 痛苦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见不得 树心旁的字 真的是 我原来不知道 结果有一天 我一写树心旁的字 不得了 我等了 哎呀 我说这个星 都竖起来了 不行了 什么憔悴啦 什么珍惜啦 哎不行 我这个受不了 我就不敢看树心旁的字 说明我跟汉字有缘 后来我就特别喜欢树心旁的字 它让你的心站在这儿 勇敢的像一棵树那样站在这儿 让你 它支撑着你 你看这个星多好 它跟天上的星星互相依存 这种感觉我们要有 我们要有 所以这个 接着看 锐连而不济 截之方言 向三玉之连 它就是三华 这是三块玉 这个把它连在一起了 凡玉之手皆从玉 这个一贯其中 凡玉之手皆从玉 我写的有一首诗叫 新田白水戏 就用了这句话 凡玉之手 凡玉之手皆从玉 凡玉之手皆从白水戏 就是这样的 就是什么叫属白水戏 就是它都是属于这个家族的 所以我们看 在座的人 我相信一定有人的名字当中 有这个哲语编的 是吧 叫这个鱼啊 中国人喜欢起名字 叫鱼啊 叫这个很多这种 这种字啊 还有这个字念绝嘛 很多这个鱼 都是你去看这个顺文解字 这个字怎么解释啊 都是十之四玉者 就石头像玉一样的 就像玉一样的石头 十之四玉者 好 我们讲《红楼梦》当中的玉 就《红楼梦》当中实际上啊 它离开了这个玉啊 这本书就没了 所以这个玉是最关键的 我这里正好我在旅行的时候 买了一本书 这个版本特别好 你们下次如果有谁啊 你们要去港台 有机会去港台啊 买什么名牌啊 就是我不太懂也没必要 买书 港台的书的版本特别好 纸张也好 是这个繁体字的版本 我们这个版本没有人家好 所以我买了这个版本 爱不释手 看了很多遍 好 我们讲这个《红楼梦》当中啊 这个有这个《玉》的诗 我没有把它背拳 我再提醒大家 我们在欣赏这个诗的时候 我们看 这个每一首诗当中都有个玉子 这个是探春写的《永白海棠》 这是第37回 秋爽在偶结海棠社 很抚愿夜你菊花蹄 斜阳寒草带崇门 抬翠银铺雨后盆 浴室精神难比结 雪为肌肤亦销魂 芳心一点焦无力 倩饮三根月有痕 莫到稿仙能语化 多情伴我永黄昏 这里面最精彩的一句 《玉是精神难比结》 雪为肌股亦销魂 有的是肌肤亦销魂 有的是雪为肌股亦销魂 好 好 下面再来看 宝钗写的 珍重方姿化眼门 字写守翁灌台盆 胭脂洗去秋间影 冰雪招来露澈魂 露气魂 但即使之花更艳 愁多焉得玉如痕 玉赏白地 宜清洁 不语亭亭 日又昏 这个里面有一句 大家听听看 但即使之花更艳 愁多焉得玉如痕 就愁多了以后 玉就沾染上红尽了 好 下面再看宝玉的 秋蓉浅淡 硬重门 七节赞成雪满盆 初遇太真 冰作影 捧心西子 欲为魂 小风不散 愁千点 树雨还天 一泪痕 独雨画蓝 如有意 清瞻 怨底 送黄昏 宝玉的诗 初遇太真 冰作影 捧心西子 欲为魂 西诗啊 杨贵妃啊 初遇太真 冰作影 捧心西子 欲为魂 讲中国人 自古以来的美 大家知道 中国人讲美人 这个词 它是双关语 就有点像 西方的史诗当中 讲的福士德当中 丹丁当中 神曲当中 讲的女神一样 他既是人 也是神 人家屈原的 这个离骚当中 很多 恐不服藏而 弃碎戏 何不改 改乎此度 趁其继 以赤尘戏 来我 导付仙露 就是 什么 恐美人之耻目 离骚当中 有很多美人 这个美人啊 即使美女 也是一种 中国人 内心深处的一种 对美的 精神的一种追求 像 像这个 《红楼梦》当中 不是反复引 这个四美图吗 这个四大美女 中国 这个历史上 四大美女 所以这种四大美女 我认为现在被这些 电视剧有点拍俗了 实际上 它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 一种美学的精神 美的精神 美的化身 蔡元培不是强调美誉吗 这个 这个 然后这些诗呢 这个都 为这个 后面做铺垫 然后 一首比一首好 下面湘云处长了 说 神仙昨日降都门 重得蓝田 寓意盆 自始双额 偏爱冷 非观倩女 欲离魂 秋莹捧出 何方雪 雨清天来 隔宿痕 却喜诗人 淫不倦 肯令寂寞 度朝昏 恒指 接通 裸匹门 也宜墙角 也宜盆 花音喜结 难寻偶 人未悲休 亦断魂 欲灼 地干 风里泪 金莲割破 月中痕 忧情欲树 忧行欲向 嫦娥树 无那虚郎 月色昏 这个我特别喜欢的一句 就是 花音喜结 难寻偶 人未悲休 亦断魂 大家想想看 这个对联对得多好 西方的诗歌 没有对联这一首 对不起来 花音喜结 难寻偶 人未悲休 亦断魂 就是一个人太纯洁 就没朋友了 这个 就像探村有一首诗 高情不入 食人眼 平他 拍手平他 笑路旁 战菊 他把菊花 粘在头上 高情不入食人眼 就会有高尚的情怀 高傲的情怀 你们当时的人 看不入眼 平他 拍手平他 笑路旁 随他到旁边去笑 我才不管呢 我情怀高尚 自己情怀高尚 然后所有这些诗 福殿 就是最后待遇的诗 半卷相连 半眼门 念兵为土 欲为盆 偷来离尾 三分百 戒得梅华 一旅温 这就把他们又斗干了 这个东西 最后就写到一种 就是这个 欲的这种 最高境界 就是开始 这个 曹雪芹 把他自己 内心深处的 这个 对欲的理解 都表达了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里面 我问过杨宪毅先生 我说我也写过作品 我就不能想象 一个作者 怎么能同时写出 这么多风格不同的诗来 你写得好 我不怀疑 怎么能一个人 又是这样 又是那样 这个秘诀在哪里 杨先生告诉我 说 很简单 肯定是他们家族 本来就这么多姑娘 你写一句 我写一句 他收集起来 就是这样的 我说原来是这么回事 他说就是这样的 他说我自己家 原来就是这样 杨宪毅先生 是个大家族 他父亲是天津银行的行长 然后这个 家里面有 有很多兄弟姐妹 这个表姐表妹 一大堆 他们也没事 逢年过节的都写诗 而且都写得很不错 因为过去人 这种古文修养 从小就有 然后就有心人 就把它收集起来 就好了 所以就是现在 我现在回头一想 哎呀 很遗憾 我们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 都是这个朦胧诗人 我还算收集了一点 收集的不多 我自己的有些诗都被烧掉了 没错 将来再过几十年看 那些东西很有意思 再都没有人那样想问题了 再都没有人那样写作了 他完全就是用一种 唯美的虚幻的 就是 我还记得 我那个时候到什么程度 学象征属于写到 走火入魔了 我就在灯光底下写 太近了 灯光溢出金色的藤蔓 缠绕全身 太近了 就太安静了 灯光啊 那个黄颜色的白纸灯啊 太近了 灯光溢出金色的藤蔓 缠绕全身 这典型的八十年代的句子 这是这样子 我还写过一个 那个是八十年代的感觉 我还写过一首书叫什么 《外遇》 终日坐在书斋里 守株待兔 你来看我吗 我和书桌 偶尔连成山坡 你可以来这里休息 我当时很得意 就是 就是你来 什么敲门声 是我的心跳 什么圆眼上的 什么我都不记得 你来看我吗 我当时就觉得 哎呦 我和书桌 偶尔连成山坡 你可以来这里休息 当时我就小子到这种程度 天天坐在那儿读诗 然后就希望 有个姑娘来敲门 坐在我的山坡上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当时就是一种情绪 一种人的一种 对看语 对生活的一种感知的方式 好 我们再来看 这个菊花 菊花 有对菊 共菊 永菊 化菊 问菊 詹菊 菊影菊梦 我告诉大家 我就是在这个 受到了这个启发 我在这个 白地成这个书当中 我写了这个 无数的 关于白地的诗 我就想 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现代汉语成立吗 我来就做了个试验 我就写了 日月梦影映灵 我讲了这个字 我就觉得 我来白地成的感觉 我就觉得是 日月梦影映灵 然后我就以这个七个字 写了七首十四行诗 一起合成 就白地日 白地月 白地梦 白地影 白地魂 白地灵 结果十四行诗 一起合成 哦 原来汉语是成立的 想怎么写 怎么写 前提是 你热爱汉语 你也不用动脑筋 你祈祷 你说白地啊 让我写好吧 白地就让你写好 就这么简单 我当时就这个方式 你想想看 我现在不谈 咱们不谈什么文学技巧 我们谈一个心灵的技巧 就是讲的这个祈祷 你想我这一路 回过头来想 风尘仆仆的 上船下船 住在这个 很简陋的 就是一些农民家 招待所 住下来 然后还被这个警察 扣啊 抓呀 逃啊 然后就记录这些八大警 然后到了白地成 我突然觉得 有什么声音要召唤我了 然后我 就是 人家去了 我转一圈就走 我一去就那 住好几天 然后我去住的是 每次去我都是 先是 沐浴 更衣 换上一件白衣服 这个 最干净的衣服 洗干净了 穿上 然后进食 一整天进食 就是祈祷 一进食 头就晕啊 然后幻觉就来了 然后江水就告诉你 怎么起 我今天没带来 那个白地成当中啊 那个七首诗 我给大家念一念 这个 就是可以 可以向自己 向使用现代汉语的朋友 传递一个信息 我们当代的汉语 依然可以这么写 当代的汉语 依然这么有生命力 我不敢 也不好意思 把自己跟《红楼梦》 放在一起 我们以后有兴趣 大家可以看看我那个诗 那么这个 我们来看看对局 我就选几首 我自己比较喜欢 别普一来 贵笔经 一重浅淡 一重生 萧疏离伴 磕头座 清冷香中 抱七盈 不得了 整下就有啊 这个就是史湘云 萧疏离伴 磕头座 清冷香中 抱七盈 大家想想看 一个美女 抱着自己的 双七 在那里吟诗 什么概念啊 下面这句话 更不得了 我最喜欢的 数趣 更无君傲事 看来唯有我之音 这句话 秋光荏壤 修姑父 相对 缘以西寸音 这句话 史湘云的诗 我也特别喜欢 这个写的诗 特别大气 数趣更无君傲事 看来唯有我之音 这什么概念啊 这是对局 他对的句话 下面 共局 也是史湘云的诗 弹琴卓酒 喜堪愁 几岸亭亭 点缀忧 隔座 隔座相分 三金鹿 抛书人对 一支秋 双清纸杖 来心梦 蒲冷斜阳 亦旧有 傲事也应 同气味 春风逃离 未眼流 下面是这个 黛玉的诗 无赖诗谋小混青 小混青 就是白天黑夜 这个诗谋都来缠绕我 绕离 以时自成营 豪端 运秀 凌双血 口角 迎向 对月迎 满指 自连 提宿愿 遍言 谁解 素秋行 一重逃令 文章后 千古高峰 说道经 下面这个 探村的这个 赞局 平共离在 日日忙 折来 修认 静中庄 长安公子 樱花辟 彭泽先生 是酒狂 短病冷沾 三静路 葛静香染 九秋霜 高情不入 食人眼 拍手平他 笑路旁 这个是 这个探村的诗 下面就是 我最后念一句 黛玉的诗 离半秋憨 一较清 何月 何云半月 不分明 灯仙 飞线 装身蝶 亦旧 还寻 逃令蒙 睡去 一一 随 燕断 惊回 故故 脑秋明 醒时 悠悦 同谁素 摔草寒烟 无限情 这句话 最感动人了 摔草寒烟 无限情 就是我跟大家讲 我读这个 《红楼梦》的一个感受 就是我的一个 切身体会 我原来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就没有在意 或者说没有特别理解 我到这个三峡的废墟当中 我理解了 怎么样一个故事呢 《红楼梦》当中 有一回 大概叫什么来着 就是这个 赏中秋的时候 人们在 吹笛子提诗 就讲这个甲针 他就 中秋之夜 大家 酒足饭饱之后 就出来 吹笛子 结果就听见 那个墙角那儿 花园墙角那儿 就有人在那儿叹息 哀声叹息 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结果呢 跑去一看 那儿没人 没人是什么地方呢 祖坟 祖坟在那里 水智能是什么地方呢 我死定了 这也没人是什么地方呢 我死定了 我死定了 有没有人是什么地方呢 我死定了